就是那九根铁链的那个位置 哦 这还要能拐心了 哦 在寒南境内 若想找个既能爬山 又能欣赏人文的地方 我一定首推挖黄宫 来到挖黄宫 意味着我们从河南回到了河北 既南欲北巡古行 也即将接近尾声了 坐上百度车 看着眼前的郁郁葱葱 瞬间把前几天的疲惫一扫而空 下了车先是一座石牌坊 下面是四块碑 就说霸气不霸气吧 这应该就是华夏祖庙的气魄吧 现在我们就进到挖黄宫里边了 沿着这个步道往上走 身前第一宫朝元宫横根眼前 以为是座道教宫观 却没想到是座如是道结合的庙宇 在这你能看到天王 菩萨 华佗 天地人三观 财神等等 只是店内不让拍摄 只得表示尊重 感兴趣的你们 可以亲自来感受一下 八皇宫就在我们的上方 并没有向山而行 而是转头去了另一侧 中皇山的名字 取自三皇五帝中的中皇 也就是仁皇 至于仁皇是福西还是女娲 那是专家们的问题了 而我们要去的是这座北齐石刻陈列馆 不得不说老高家给邯郸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文化宝藏了 看完北齐的石刻 再看看原末明初的建筑 山前的第三宫 广升宫 要问为啥没有第二宫 继续看你们就明白了 这个台阶太懂了 店内供奉了广升圣母 眼光奶奶 季风奶奶 康冲奶奶 水痘奶奶 催生奶奶等民间信仰 人文十足 接地气啊 绕过吕仙慈 看到一尊灵观笑 只不过看不出是哪位 在后面 我们还会遇到他 然后就开始正式爬山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俩就要正式上山了 据说这个舞台高 蛙黄阁坐落在中黄山的半山腰 并不高 只是上山路是Z字形的 虽然保证了安全 但是多走了很多路程 不过古人便是如此 作为惊人的我 又能多说什么呢 所幸树木比较茂密 为我们遮住了太阳 边走边看景 倒是不累 看到盛景的时候 你大约刚爬到了一半 当你再次看到他的时候 大抵你是要成功了 越过了澎湖盛景的大门 你就彻底成功抵达了 走到这儿 我和胖心就正式登顶了 还行 没有太累 在我的身后有座小庙 你们认识这个字吗 供奉鲁班的庙很常见 但是供奉鲁班和皮羊王的 真的是第一次见 甚至我到如今 也不知道皮羊王到底是谁 看到弯红古迹的牌楼了吗 看到牌楼后面的门了吗 先别近 在大门的左手边 有一处天下第一必经群 它的平面面积达到了165平米 这个面积放在住宅里 也算大宅了吧 上面的客字高达13.7万 只是高阳在凤四女娲的地方 刻佛经的行为 不理解 真的不理解 不过等你穿过门洞 就会恍然大悟 人家高阳在这还留下了佛教石窟呢 也是北齐的石刻 石窟 壁窟上依旧刻满了文字 很是少见 也很宝贵 这个残库洞的四壁 全是刻的文字 它这个门口还有放木的斗广 眼光洞 眼光菩萨吧 石窟的对面有座古楼 只是这个木质的梯子 不爬也怕 因为在后面 还有的你爬 继续往里走 在梳妆楼前 又看到了他 他到底是谁啊 有知道的朋友吗 进入梳妆楼 终于看到了女娲的塑像 楼庐齐名 是女娲梳洗沐浴休憩的地方 如此看来 梳妆打扮 是每个女人都拒绝不了的 哪怕她已经成为神仙了 当然看到女娲的时候 很自然就会想到 凤兰宝障景非常 近视迷津巧样妆 区区远山飞翠色 翩翩舞秀 硬霞伤 梨花带雨争娇艳 少要龙烟 成魅妆 但得妖娆能举动 取回常乐 是君王 而时读风神演义的时候 就时常感叹 最后一位人亡的霸气 即使没有风神演义的加持 女娲团土造人 练师补贴的故事 应该也是烙印在 每个国人心中的了 整个景区的精华所在 一定是这座挖皇阁了 一层是最早的石窟建筑 石窟上面建有 三层木制的阁楼 赞叹完古人的巧夺天宫 终于要登楼了 心情也莫名的激动了起来 惦记了很久的活楼吊庙 我们来了 阁内照就是女娲塑像 两侧墙上有描绘 女娲故事的壁画 木制的吗 还有一层呢 这儿还有 这儿还有 登到最高处向外望去 又是另一番景象 大概也只有这几句话 能表达我的感受了 浩浩乎如平须御风 而不知其所指 飘飘乎如一世独立 与画而登仙 虽然东波先生是在水上 而我却是在山上 又想起了李白的诗 微楼高白尺 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雨 恐惊天上人 吹过凉风 洗去了登山时的一身臭汗 下楼时 却难出了胖心 这要下车你从哪儿保护我 我怎么着也能保护你 加油 以我的视角拍下楼梯 这个楼梯真的是 这个楼梯真的是 真的是了 你的脸变形了 我也不想变形啊 如果拍细节 还能看出来我的脸 肌肉在抖动 下到二楼 终于要去看那神奇的 九格铁链了 这还能拐心了 这就是九格铁链 然后整个王鹏宫这栋建筑 被称为活楼 人多的时候 这个楼 它会往外倾斜 甚至会感觉晃动 然后当它往外倾斜的时候 再来到这看 会发现这个链子 就被拉直了 然后这个建筑 整个就是被这九格铁链 锁住的 拉住了 不然它就塌了 厉害 所以说 这个是挖黄宫 来这儿避探的一个地方 我好想看它被称直了 这样子 这是挖黄宫这儿的 避探的地方 这也太帅了 这个就跟那个 车单杯似的 很普通的东西 但是它特别神奇 有没有发现 有 就是被古人的这种记忆所感叹 它就这么奇思妙小 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 慢点 慢点 原路返回 下山的路快了许多 我们在挖黄宫下来 现在准备下山 我们上山也就用了 40分钟吧 40分钟左右 无心再看重复的风景了 因为还有一处古迹在等着我们 这就是开头仪式的山前第二宫 停参宫了 本来是用于古时达官贵人 参拜挖黄宫时 休息歇马的地方 如今却成为了我们的最后一站 来不及在此休息停留 我们就继续下行了 再回望一下来时错过的女妈塑像 挖黄宫之行也就正式结束了 在百度车上还在纠结市驻舍县 还是回寒大市里的时候 我们接到了个电话 让我们的行程不得不提前结束了 我们现在从挖黄宫出来了 也就标志着我们这次的济南御北行 也要结束了 因为本来明天还有一天 想去想唐山 南北想唐黑龙洞 但是临时有事 需要赶紧赶回石牙庄 那么今天我们就在挖黄宫这结束了 连夜赶回石牙庄 济南御北巡谷行的第一阶段 也就正式宣告结束了 回来还没结束呢 欢迎朋友给我们推荐一下 邯郸临州好吃好玩好逛值得去的地方 相信有你们的推荐 我们的济南御北巡谷行的第二阶段 很快就能成行了 别等着了 咱们评论区见吧 记得关注我哟 咱们评论区见词